这里是埃及东北部 南西奈省的Wadi Zalaga地区 在这里的两大贝多英族部落 Emzana和Tarabin之间 有一项已经延续超过200年之久的传统 那就是赛洛托 参加比赛的骑士都还只是十几岁的孩子 在比赛前一起烤火取暖 这项年度盛事的举办 仰赖多方捐献资金 小小年纪的骑士开始为比赛做准备 在荒漠地区 骑骆驼是重要的生存必要技能 必须从小训练 今年的比赛有26位选手参赛 现场也聚集了300位左右观赛的游客 主办单位也在骆驼的脖子上 用红色喷漆喷上号码方便辨认 等一切准备就绪 所有参赛骑士和参赛骆驼排成一列 这场总长30公里的比赛即将开始 比赛开始 所有的骆驼都冲了出去 过程中也会有人开着吉普车 一路跟随 贝都英人是以士族部落为基本单位 在沙漠旷野中过游牧生活的阿拉伯人 现在虽然很多族人都开着 四轮传动的吉普车 骆驼仍然是传统上的财富象征 也代表社会地位 在骆驼赛中得名的骆驼 在埃及可以卖到高达18万 埃及棒也就是新台币 75万元的价钱 来自阿拉伯人部落 十岁的阿布图拉率先冲过终点 骆驼的主人也非常开心 和游客一起照相留念 观赛的族人和观光客 围成一个园准备颁奖 夺得冠军的阿布图拉被高高举起 手上拿着冠军奖杯 露出腼腆的笑容 2011年由于物价上涨 失业率高和腐败等问题 埃及人民发起革命 让观光人数一度下降 这场比赛不只吸引许多观光客 也是南西南省的贝都英人 重要的收入来源 不只是观光客乐在其中 当地族人也非常兴奋 这项传统更是充满回忆 我们在15岁上 比上年我会推荐因为边编审的 香港曼总体都是忌讨的 整个 protector 剪戎是7克不几乖 我們不在家裡不在家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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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不在家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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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傳統上 竹水草而居的貝都英人 在現代花郎朝下 開始開車 也拿起智慧型手機 但是駱駝的重要意義和價值 仍然在生活中實踐 也透過年度賽事的舉辦 繼續傳承 記者讀戲 林柏宏編譯